嫁入豪门是很多明星的追求 嫁入豪门就等于后半生有了保障 可是一入豪门深似海 豪门生活可不像媒体报道中所描述的那样光鲜亮丽 1.阿嫂 13日 港媒又放出大瓜 称蔡卓妍与小三岁的富豪男友 百姨麻将馆太子爷石恒聪分手 分手理由是双方恋爱六年 男方却迟迟不肯结婚 且近期疑似出轨内地某位细性女星 最终导致阿萨心碎 两人正式闹掰 二人的恋情从2017年6月开始 相较于阿萨前几段感情 这次两人的恋情相当低调 显少公开秀的爱 但女方曾多次被媒体拍到 留宿在男友九龙堂的一万豪宅内 疑似早已同居 且阿萨还曾多次上传健身照 而所在地点正是男友石恒聪家的健身房 外界一致猜测两人结婚或许是水到渠成的事 2019年 36岁的蔡卓妍甚至已经动乱20例 疑似是为两人婚后生产提前做准备 可没想到 这段已经长达6年的恋情 最终还是慢慢冷淡了 二、何如云 早前有媒体报道 现年52岁的台湾知名女星何如云 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 正式与富商丈夫王敏奇离婚 结束了与对方长达17年的婚姻关系 何如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示 她现在已经是自由的何小姐 永远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经历了三年五个月的战斗 终于宣告结束了 何如云和富商丈夫王敏奇 从2019年就被媒体爆出了婚便传闻 而两人从2020年正式开始打离婚官司 当时何如云提出离婚 只是要求丈夫王敏奇签字 并且主动向她道歉 并没有提出太多过分的要求 也没有想要瓜分对方的财产 但就是这样一场简简单单的离婚官司 却意外地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据了解 在十多年前何如云和王敏奇 正式注册结婚 由于王敏奇是台湾知名 富商王正名的长子 身家非常富贵 因此在外界看来何如云就成了 令人羡慕的豪门阔太太 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享受 但有钱 有权的王敏奇生性风流 两人在结婚的第二年 他就被爆出了婚内出轨的新闻 最初的时候 何如云还坚信王敏奇没有出轨 还总是帮着对方说好话 同时为了稳固自己的豪门地位 何如云早些年一直在积极备孕 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何如云的造人计划 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后来经过二十多次艰难的人工受孕 他才为王敏奇生了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的出生 看似稳固了何如云的豪门地位 同时也为婚姻增添了筹码 但有了一次就会有二次 之后王敏奇又多次被爆出出轨新闻 这也令何如云开始心灰意冷 在2019年 忍无可忍的何如云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求 面对离婚 王敏奇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出轨 仗着自己的权势 王敏奇甚至还不让两个儿子与何如云见面 何如云自然也不甘示弱 公开表示手中握有王敏奇的出轨证据 一场离婚大战也就此开战 在两人打离婚官司的几年时间里 王敏奇一直在从中作乱 何如云当时在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表示 他不想分财产 只想王敏奇为婚内出轨一事向他道歉 并且获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要求 王敏奇并没有同意 更为奇葩的是 两人还没有离婚 何如云就被王敏奇赶出了家门 甚至在去年 何如云在媒体的镜头面前 还主动哭诉遭到了王敏奇的家庭暴打 两人的离婚官司也是被推向高潮 三 小S 俗话说得好 只包不住火 网上有人爆料 小S老公徐亚军在上海养了情人 然后还生了私生子 儿子已经二岁 还有人曝光了这个号发布的内容 有给孩子过生日的照片 这个账号迅速清空内容 令人怀疑 知情者透露 小S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不敢闹 小S老公徐亚军爱玩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网红小胡静晒出视频 徐亚军在夜店和美女互动 非常游刃有余 小S和徐亚军本来就是在夜店认识的 小S未婚先孕凤子成婚 为了稳住婚姻 小S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 又为了讨好婆家 他把三个女儿都带到娱乐圈赚钱 钱都拿来倒贴老公和婆家 人是讨好不了的 无风不起浪 如今照片都被爆出来了 小S再不回应就是默认了 他的好搭档蔡康永已经取官大小S 他们的恩师也公开表示不管他们的家事 圈里的一人朋友纷纷与大小S姐妹俩划清界线 小S的人设一直都是人间清醒 睿智感说 断舍离的那种预解 没想到私下的性格竟然的委曲求全的小媳妇 小S被传家庭暴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曾带着商去录节目 被网友们质疑以后 他亲自辟谣 辟谣方式很奇葩 小S骑自行车到户外掩饰自己受伤的过程 颇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每次被爆婚便传闻 小S都会召集一家五口人照全家福 秀恩爱的方式 证明他很好很幸福 徐亚军经常被拍到去夜店玩 小S都解释他好客 接待朋友什么的 永远不要试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他心里都清楚 但就是打死不离婚 小S真的很累 苦苦维系着貌合神离的婚姻 网友们都夸许亚军好命 啃老啃老婆又啃女儿 可能到的前养情人 家外有家 老婆也不敢闹 可能在有钱人的圈子里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小S一边高调秀恩爱 标榜自己嫁入豪门很幸福 非常嘚瑟 一边又在晚上喝酒发疯 吃住棉药才能入睡 真的很分裂 小S在节目中被问到如果老公出轨怎么办 他的答案是那就各玩各的 让人大跌眼镜 4 林青霞 婚后淡出影坛的林青霞生活低调 平常显有动态传出 只留经典的荧幕形象 供观众反复品味 好在互联网浪潮下 女神终于宣布回归社交平台 2020年11月18号 林青霞分享的一张年轻时的亮照 一瞬间将网友拉回几十年前 那时候美人风华绝代 影坛一片繁荣 漂泊半生或安定 林青霞一路走来也不容易 林青霞说自己40岁之后 才开始面对真实的自我 40岁 正是林青霞踏入婚姻的那一年 有时只是觉得工作很累 想回家有口饭吃 有个安稳叫睡 而刚好那个人就出现了 感情失利之时 林青霞恰好遇见对自己 专一和真诚的富商行李 两人相处一年多变光速闪婚 婚礼当天 行李豪制至少700万港币 从全世界花卉市场预定500万朵香槟玫瑰空运制豪宅 堆满整整一个游泳池 给了喜欢香槟玫瑰的林青霞惊喜 从明星变身家庭主妇 林青霞有段时间因为忙于带孩子 发现自己跟社会没什么接触 等到孩子长大 又有几分做愁红颜老的意思 而到50几岁的时候 她更感觉自己老了 没什么前途了 好在婚后林青霞多了看书的时间 后面则选择写书 将自己内心想法说出来的行为也得到了丈夫的支持 女明星 豪门 没有儿子 林青霞和行李的婚姻步伐流言 早在2006年 方间便有传闻称行李在外有私生子 林青霞与他的婚姻亮红灯 风口浪尖上 行李透过公司公关驳斥传闻 林青霞在回台湾演讲被问到相关问题时 则面带微笑地表示 你真敢 这种问题你也敢问 然而令人漫漫没想到的是 2018年 两人离婚的传闻又卷土重来 林青霞被报结束多年婚姻 并拿到了高达20亿港币的赡养费 还有两段哭笑不得的绯闻 一个是林青霞被拍到和外籍男看电影 尽管身边有两位女性友人随行 还是被媒体大作文章 一个是传林青霞现身秦汉豪宅 两人要复合 因为太荒唐 林青霞听了直言 我觉得太好笑了 应该没人当真吧 简直太离谱了 5.蔡咪咪 又是多岁资深女星蔡咪咪 在演艺事业飞速发展的23岁 选择嫁给王家二代王令琳 至今已走过40个年头 蔡咪咪除了为对方生下三个女儿外 也曾是丈夫最重要的工作伙伴 据三里新闻报道 蔡咪咪当年嫁入王家后 并没有如外界所盛传的那样 过上豪门上奶奶的生活 而是在豪门的巨大压力下一路苦撑 为了成为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 除了要打理家务外 还到王家企业从小职员做起 每天打卡上下班 领着一万多块的死薪水 不仅如此 为母的蔡咪咪因生下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儿 所以一直努力想给王家生个儿子 面临着不小的传宗接代压力 为此 她甚至去做了试管受孕 但怎料 好不容易怀上了一对龙凤胎 最终还是留不住 最终导致无法受孕 但更痛苦的还在后头 2007年时 王令琳因为立霸丑闻案爆发 遭到检方约谈并被生压仪式 压垮了蔡咪咪对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 她带着三个女儿远飞美国 选择加入佛教密宗 从此潜心修佛 虽然对夫妻俩40年的婚姻感到可惜 但换个角度来看 两人其实分居13年 或许这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以上几位女星都嫁入了豪门 但丈夫在外花心出轨 自己在家默默忍收手活挂 其实豪门也是一种生活 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 生活才会抱之以歌